首先與上一回這三 reb台風 它實際的影響行程 跟這個實際的風雨有一點落差 所以這一回 康瑞颱風氣象署的署長陳嘉平也說 會增加這晚上9點的預報 也就是說地方署長 有可能開完晚上9點的預報之後 再來決定是否放颱風價嗎 這一回值得關注 不過你從最近的衛星可以看到 此刻這康瑞颱風已經逐漸進逼了 而且颱風眼其實也算是微微的睜開了 那麼其實它的外圍環流 其實現在已經開始 要準備掃進台灣了 要留意的從明天開始 風雨會越來越大 估計其實現在它是一個中台 那麼在明天 靠近台灣的時間的時候 有可能會來到強台等級嗎 不排除 因為我們透過這海溫圖來看到 為什麼這10月底的 康瑞颱風強度跟規模 還是超乎想像呢 主要是因為這海溫條件足夠 再加上垂直風切小 也就造舊的康瑞颱風 能夠不斷的增胖增強 不過如果它碰上台灣的中央山脈 還有陸地的話就會開始減落 所以說接下來的時序相當重要 那一天有機會放到颱風架 我們透過下一張圖表資料來告訴您 其實最快在今天傍晚5點半的時候 氣象署就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因為禮拜三的下午 它的暴風圈就會購到我們的海警線 往前推24小時就是發布海警的時間 那麼您看到 如果路徑強度不變的話 禮拜四的傍晚5點 它的中心有可能會從台東登陸 但是後方的高壓還是會決定 它接下來的路徑變化 也就是說它撞上中央山脈之後 禮拜四的深夜 一直到禮拜五的清晨這段時間 會快速的削弱 所以說禮拜五 它削弱的時間也提早了 那麼您看到 禮拜五的下午3點 暴風圈就會逐漸脫離 但是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禮拜四看起來風雨影響相當明顯 其實以此刻的風場圖 我們再來看到 這是現在 那麼紅色的這範圍 其實代表風速相當的快 現在開始 桃園到雲林沿海還有離島 已經刮起9到10級的強陣風了 那麼明天的話 其實台南以北 有可能就會刮起9到11級強陣風 在禮拜四的時候 也就是它最接近台灣 而且從這中央山脈過山的時候 到時候的風雨 其實相當驚人之外 中心移動的地方 不排除會有12級以上的強陣風 雨的部分 我們從最劇烈降雨來看到 您看到 其實明天開始颱風接近 外圍環流 陰封面 基隆北海岸 宜蘭地區 大台北地區 感受上風雨是越晚越明顯 禮拜四受到颱風清醒影響 目前氣象數是預估 首當其衝的花冬之外 包括恆春半島 還有中南部的縣市 都要留意這一回 康瑞颱風帶來治災的風雨 此外北部地區雨也會逐漸夾打 至禮拜五的時候 中央山脈來康瑞颱風逐漸減落 這降雨才會逐漸趨緩 以上是這一節 有關康瑞颱風的最新資訊 再把時間還給佩穎 好 主播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目前仍舊在台東的池上鄉 知名的景點 博朗大道這邊 可以看到我現在雖然頭髮已經綁起來了 但是呢 現場的風勢 還是真的很大 業者也說呢 其實跟昨天相比 今天這邊的風 也是有明顯的增強 那你也可以看到呢 像我旁邊這邊 今天呢 還是有很多的遊客 來到現場這邊來拍照打卡 尤其像是你可以看到 現在鏡頭上面 這個白色的相框 就是當地知名的打卡的地標 那很多遊客呢 就是擔心說 可能明後天風雨如果再增強的話 就沒有辦法來到這裡了 因此呢 是趁著今天下午 天氣還很好的時候 趕快來到這邊 好 不過我們提到 博朗大道這邊 其實周邊有很多自行車的業者 他們也有提到 其實預約的狀況 也是有受到了影響 我們現在就來問問看老闆 老闆請問預約是有很多人取消嗎 昨天晚上就是開始有旅行社 跟家族旅行的團體 打電話來紛紛做取消的 大部分都是少了 將近快八成 對 那就是原本是很多人定位是不是 然後都直接的周圈 因為這時候 剛是我們秋收記 蠻多遊客來這邊遊玩 因為這次是颱風 就是大家都臨時做取消這樣子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可以聽到呢 像是自行車店的老闆 他就有提到說 其實也是因為這一次 康瑞颱風來襲之前 很多的遊客都已經是取消定位了 因此呢 他們也是造成了一些損失 那現在目前呢 氣象數也說 最快今天的五點半 就會發佈海景 那麼目前登陸台東的機率 還是非常高的 所以呢 還是要提醒大家 雖然說現在台東天氣 看起來蠻好的出大太陽 但是越晚風雨 一定都會明顯的再來增強 好 那麼以上是 我們現場最近狀況 把時間交換棚內 2003年的米勒颱風 中心雖然沒有登陸台灣 但台東災情慘重 溫泉區三人罹難 還出動直升機找人 由於康瑞颱風 跟米勒颱風入境相似 現在希望悲劇別重演 目前康瑞颱風的 七級風平均暴風半徑 已經來到250公里 持續增強漲胖下 不排除中台等級上限清台 根據氣象數最新資料顯示 台灣本島受到暴風圈 侵襲機率幾乎全破九成 暴風圈籠罩下 幾乎全台都有機會放到颱風架 如果依照氣象鼠目前的預測路徑 它的暴風圈會在禮拜四的上半天 逐漸籠罩到全台灣 所以目前看起來 其實全台灣在禮拜四 甚至到禮拜五的上半天 都有機會籠罩在它的暴風圈之下 預估星期四 星期五影響最明顯 尤其是星期四下半天 星期五上半天 幾乎全台都在暴風圈內 目前從風雨預報資料看 康瑞有機會在星期四下半天 登陸花冬 因此星期四以花冬和橫春半島 有機會先放到颱風架 星期五全台都在暴風圈之下 可能全台都會放到颱風架 當然禮拜四的時候 北部東半部的機會是最高 那禮拜五的話 就要看它的移動速度 是不是有很快的往外移 但是其實目前看起來 禮拜五至少在中午前的時候 全台灣都還是籠罩在 它的暴風圈裡面 所以其實禮拜五也是有機會 按照停班課標準 除了陣風達時機外 單日雨量達到200毫米 就有機會放假 但颱風架放不放 取決各縣市長的考量 評估後決定 數據一向只是參考 怎麼放是高深政治學 東西文章 黃建華 在台北 颱風報導 這康瑞颱風的確離台灣 越來越近了 那麼現在來看的話 距離台灣只剩下850公里了 所以我們先來看 如果按照中央氣象署的 這一條路徑來說 目前登陸台東的機率最高 當然了 未來我們還要再看看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變數 但是按照中央氣象署的路徑預測 方向速度不變的話 那麼在明天的下午4點左右 事實上它的暴風圈 就會接觸到台灣海景線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下 在今天傍晚5點半 氣象署就要先來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那麼預計呢 在這個登陸的時間點來看的話 差不多是在禮拜四的傍晚 它就會呢 在中心就預計呢 在花東一帶登陸 那麼呢 目前來看的話 脫離暴風圈的時間 也往前提了 差不多是在禮拜五的下午 其實就會脫離台灣本島 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陸井將會在明天的上半天 就會來發布 籠罩台灣最明顯風雨 最強的時間點 將會落在禮拜四的晚上 一直到禮拜五的清晨 那麼這一段時間就是康瑞颱風 影響台灣風雨最劇烈的時刻 世界各國的看法也是如此嘛 我們從世界各國的路徑呢 您可以看到事實上呢 就現在的時間點 世界各國的路徑 對於登陸點 其實看法還是分歧的 那麼最關鍵就是要來看 太平洋高壓的一個強弱來決定 所以未來呢 差不多在38到48小時 將會是最關鍵的時刻 不過呢 以現在這個時間點來看呢 其實康瑞颱風呢 大致上90%以上 就是會登陸台灣了 不管呢 是在花蓮或台東 或恒春半島登陸 這個颱風既強 而且範圍又廣 因此呢 對台灣所帶來的 強風跟豪雨 都是在所難免的 我們接下來透過衛星雲圖 我們要來告訴大家 事實上呢 現在整個康瑞颱風 它也快要開眼了 因為呢 這康瑞颱風啊 現在呢 持續在增強當中 而且它的環流結構 現在呢 既渾圓又扎實 颱風中心 現在其實呢 已經開始隱約可見了 在接近台灣的過程當中呢 事實上 它還會持續在增強 那麼因此呢 無論如何 大家要特別小心 這個康瑞颱風 因為從海溫圖當中呢 我們可以看到 事實上呢 康瑞颱風 一路走來 尤其在最接近台灣的時候 這行進的海域啊 這海水的溫度 甚至都還是可以來到 28到29度左右 所以呢 也不排除它呢 甚至有機會 達到強烈颱風 不過呢 強烈颱風的時間點呢 並不長 很快 因為它就要接近 台灣的陸地 所以呢 看起來 它將會以中度颱風的上限 來威脅台灣 那麼因此 在風對雨的部分 其實對於台灣 都有極大的威脅 目前看起來 事實上呢 西半部地區 其實呢 從明天的下半天開始 就會有強風出現了 那麼呢 明天的下半天 晚上開始 受到外圍環流影響 再加上東北季風 整個東半部呢 也即將都會 豪雨等級以上 降的一個降雨 尤其風跟浪的部分 明天就開始增強了 我們從啊 風浪的預報當中呢 先來提醒大家 明天要特別小心 就是台灣附近海域 預計就會有 五到六米左右的浪高 尤其隨著颱風逐漸接近 這樣的一個浪高 當然囉 從禮拜三到禮拜四 還會明顯的增強 那麼風的部分來看 事實上呢 今天 蘭嶼已經出現到 最大的震風 已經來到了12級了 那麼明天來看的話 不排除呢 在蘭嶼跟綠島 都會有12級 或12級以上 這樣的一個強震風 西半部地區呢 明天開始也不排除 將會有9到11級左右 這樣的強震風 而到禮拜四 颱風呢 侵襲台灣的時候 在各沿海 都會有9到12級以上 而至於颱風中心 也就是登陸點附近 甚至不排除 會有13級以上 這樣的一個破壞性的強風 那麼未來這一個禮拜的 天氣預報來看的話 事實上當然都會跟颱風 息息相關 尤其明天呢 颱風接近 再加上外圍環流的影響 我們要特別提醒 也就是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的偏東側 尤其是在宜蘭的部分 要特別小心 這雨的情況 將會越來越明顯 甚至呢 明天下半天到晚上 就有可能會有 豪雨以上等級的雨量 那麼禮拜四到禮拜五清晨 是颱風影響最距的時候 那麼尤其在整個東半部地區 目前看起來 不排除將會有超大 豪雨以上的雨量 颱風的中心一過山之後 其實整個西半部的風雨 也會明顯的增強 包括了就是呢 南投 以南 整個平地 還有山區的部分 都不排除會有強風 跟豪雨的等級出現 而到了禮拜五的白天之後 隨著颱風逐漸的遠離 那麼因此呢 其實各地的風雨 就會明顯的小下來 雖然還是有風有雨 但是呢 就會明顯的 逐漸的減弱 那麼這一次呢 在這個康瑞颱風 目前來看的話 這共半還好 沒有什麼共半的效應 那麼因此呢 整個颱風影響期間 尤其在禮拜四到禮拜五 就要特別小心 因為呢 只要颱風一上路之後 其實就會受到地形的破壞 還有中央山脈的破壞 就會減弱下來 但這一段時間 我們要特別提醒各地區 尤其山區的觀眾朋友 做好防台的準備 以前的資料所預估的話呢 我們也不排除在 今天的傍晚前後 可能發布到海上颱風警報 而在路上颱風警報的情形呢 大致可能會落在 明天的清晨到上午左右 那我們再來看到 這個颱風對台灣附近 所造成的風浪的影響 其實浪高呢 在近海的浪都已經明顯的增大了 在台灣附近的各海面 都已經有三米以上的浪高 我們在這個圖示上面呢 今天整體的浪高 黃色呢 都是在三米以上的範圍 可以看到台灣附近各海面 都是普遍有三米以上 而呢 在更高的地方呢 在四米左右 在東南部 蘭嶼綠島的這一帶 也是比較偏高的情形 這是由於距離 颱風的位置 比較接近的關係 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周三 周四 浪還有再逐步增高的趨勢 我們要提醒 在周三 周四這段期間呢 台灣附近各沿海 都要留意有二到四米 我們在 可能會有四到六米左右的浪高 甚至呢 在整個東半部 恆春半島 蘭嶼綠島 還有澎湖 以及後續 在周四 西南沿海這一帶 也有可能有 局部六米以上的浪高出現 所以在海面上面的浪呢 都是比較偏大的 而且還會有 長浪發生的情形 我們從今天開始 在台灣的北海岸 東半部 恆春 蘭嶼綠島 就可能有長浪發生 而隨著颱風的逐漸接近 通過台灣附近 在周三到周五的之間期間 各沿海 以及澎湖 還有金門馬祖 也都可能會有長浪出現 所以提醒大家 非必要盡量避免前往海邊活動 海上的風浪都相當的偏大 有一些危險性 而至於在沿海的風力的部分呢 今天的風力也是逐步增強的趨勢 其實台灣附近盛行呢 隨著颱風的接近 是一個東北風明顯偏強的環境 再加上呢 隨著颱風本身的環流接近之後呢 對於我們的東半部地區 蘭嶼綠島也會造成相當的 風力的威脅 而隨著颱風呢 經過台灣的上空 來到台灣的西南部 以及台灣海峽這一帶之後呢 整體的風場轉為西南風 其實對西半部 在台灣海峽這一帶 澎湖金門馬祖的風力 也是有逐漸增大的趨勢 所以呢 我們目前已經發布了 陸上強風特報 也會逐步的更新 我們目前提醒在桃園 到雲林市路上強風的範圍 還有像橫川 蘭嶼綠島以及澎湖 這些地方呢 可能會有九到十級的強震風 而到了明天 以及周四周五呢 這兩天呢 整個各沿海的風浪 都會明顯地在持續地增大 在明天呢 蘭嶼綠島就有可能受到 颱風附近的強風影響 有十到十二級的強震風 而台灣的沿海 整個大的風力的情形呢 也是逐漸地擴大 所以在台南伊北 還有宜蘭的這一帶呢 以及金門馬祖 都可能會有來到 九到十一級的強震風 甚至或在周四周五的 之間各沿海離島 都要注意九到十二級 或甚至台灣 颱風附近的強風 可能造成平均風十二級 或震風十四級的 這種自在性的強風 至於在我們附近的天氣呢 其實今天可以看到 在雷達回坡圖上 已經有颱風的 這個環流的降雨呢 逐漸再接近到 我們的東方的外海 不過呢 對台灣附近的影響呢 是還沒有來到的 所以說呢 在我們的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的山區 還有宜蘭這一帶 主要是環境的東北風 所造成的這種 地形性的間歇的降雨 那其實今天呢 其他各地大致來講 都還是以比較偏向 多雲到傾的天氣為主 那以目前的累積降雨來講呢 整體的降雨 都是比較偏向 短暫的陣性降雨 不過在中南部的這一帶 也可能會有一些降雨發生 所以還是外出的話 可以攜帶具備用 不過整體的 下雨的時間以及範圍呢 都是不長 也不會說 下得太大的 那我們要開始留意呢 從明天開始呢 持續地受到 颱風的外圍環流的影響 在我們迎封面的降雨 是逐漸加劇的趨勢 今天呢 在台北還有宜蘭呢 是有一些局部的較大雨勢 不過可以看到 我們從降雨的這個 趨勢的比較呢 就可以發現到了周三 隨著颱風的逐漸接近 外圍環流影響到 台灣的陸地之後呢 在整個北部 東半部 尤其在北部的山區 然後還有大台北地區 基隆北海岸 宜蘭山區 甚至花蓮呢 都是越晚的降雨 都會越來越增多 要留意在桃園一北 宜蘭會有局部的 好雨出現 而從晚間開始的 花冬恆春 也可能會有局部性的 大雨發生 那在離島的部分呢 大致上從周四開始 會轉成比較陰雨的天氣 而台灣本島呢 要特別留意 從周四到周五的清晨 是這個颱風對我們影響 雨量最明顯的時候 可以看到在東半部 都可能會有局部豪雨等級 以上的降雨發生 這是由於降雨的雨勢 比較偏大 而且下雨的時間呢 也是持續性的在累積 所以東半部一定要特別留意 這種可能會造成 攤方落石的情形 那至於在北部 南部地區 還有中部的山區 也可能會有局部性的豪雨 而至於隨著颱風呢 逐漸的在台灣的上空 那台灣的西南部的這一帶 逐漸轉成西南風的情形之後呢 其實在周四的晚間到周五的清晨 中部地區也可能會有一些 大雨發生的情形 那隨著颱風的逐漸遠跌 我們可以看到在周五的白天開始 整體的雨勢都趨緩了 雖然在各地還是會有些 間歇性的降雨 在西半部有些短暫的 在東半部有些局部的降雨 不過可以看到 整體來說都是明顯減緩的情形 那因此呢 我們要提醒大家 颱風逐漸要接近我們了 但是今天整體的雨勢和風勢 都相對來說還不會太大 所以大家要把握時間 做好防台的準備 那我們在周三接近 周四到周五的清晨 是這個風雨影響最明顯的時候 提醒大家嚴防豪雨強風 在豪雨方面呢 要特別留意居家的環境 我們要提前去疏通溝渠 那也避免前往山區活動 至於在強風的情形呢 也要留意去穩固一些容易掉落的物品 那避免危險 那在海邊呢 風浪都是比較明顯偏大的 所以也提醒大家這段期間呢 非必要盡量避免前往海邊活動 至於颱風的陸進預報 還是會有一些不確定性 也提醒大家留意我們發布的 最新預報資訊 以上是今天上午的天氣說明